怎么了小马 你又心情不好呀 没有 家里又催婚了 太烦了 这个简单呀 那你身边就有一个给你非常合适 而且又特别喜欢你的人 是吗 谁呀 他呀 腹白貌美 大长腿 美丽善良 又逗人 好了好了 我知道了 我是真的不喜欢你 我都知道了 别害羞臭妹妹 咱们公司不允许 再说了 咱俩是说爱好也不一样啊 可是我还是 没事 我知道你的顾虑 没事啊 我去找老板说去 我就不相信的 老板 你刚才说的是真的吗 好 我知道了 你跟我来 走 干嘛呀 你干嘛呀 公司这么多人 你要分到这么重视吗 老板你告诉他 这是不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 你看到没有 老板都说了 咱俩可以在一起了 不是这样吧 他背面不用你上班了 不是老板我 不是 不是 老板我要涨工资 小大你怎么回事 没看我跟经理忙 知道吗 就是 我不管 你不跟我涨 我就不干了 你还烦了你老板 要不今天听你 你说理由 理由是吧 我家离公司太远了 天天坐公用车 哎呀 算了给你废话干什么 反正不鼓掌 我就不干了 你干就不敢给你走人 哎 就是你话多 就因为这个呀 对 车我早就给你订了呀 嗯 那个 不是老板你什么时候不订了 我这不是看你上班下班 挺麻烦的吗 所以我就给你订了台车 不是 你订了什么车 万一我不喜欢怎么办 你不用担心 哎呀 可以了 来行行小马给你出去吧 不对 车是车 反正你工资也得找 哎呀老板 你不用听他的 小马因为工资是你家 哼 经理啊 来公司第一天 老板就跟我说 要把公司当成自己家一样 对不对 哼哼 就算工资是你家 你老婆能随便便 给你涨另外钱吗 能不能涨 不是经理你 我把什么我给你出去 走 老婆能涨吗 能 那个 这个椅子是你的 公司也是你的 不是 那老婆 马经理能凭这儿老是欺负你了 怎么办 今天是我们复工的第一天 公司为了鼓励大家 新的一年好好加油工作 有什么愿望进晚去 公司都可以满足大家 好好好 老板 努力是一概的 大家都不要讲一概 都走 这么过年吧 都没有新衣上穿 是不是应该 那 那就给你拼四道 趁下秋冬喝一跳 好 这个可以 吃完呢 老板 我家离太远了 下边都几空休 给他报销一年打热线 干嘛 干嘛 哎 老板 我过节把钱都交给老婆 没有饭吃了怎么办 没关系 公司管饭一年 好 哎老板 哎呦我哎呦我 我看上一辆大忌 看特别长时间了 你看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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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还有其他的用吗 哎 不是老板 你看我那个车 就还有一辆线车了 那你可要拉键的啊 哎 不是老板 我的意思是公司能不能讲 你讲给你个大笔坝的 你要不要 是大气 没有 不是老板 你买车公司送你一年的车险 怎么样 不是老板 你是不是针对我 你信不信我跳槽 现在一年你有什么电话吗 哦 那个我过节不值班了 我就想出去鱼鱼 不差 有啊 大家都学着点 看马真理的节目多长了 公司决定跟马真理 批在五年 看了五年 五年 我闺蜜在外面的样子 霸气高冷 郁姐女神范十足 直到看到我后 哎呦 什么地球不暴胀 闯我都不像 你要让我跟猪比 猪都害怕 哎姐妈 啊 你说 我有个事想问你 啥呀 就是 就是 大便分叉是什么病啊 你 怎么下次上厕所的时候 能不能把钉子戳了 啊 你我便在这边 你傻子 老弟老弟 看这就是我闺蜜 我那有闺蜜 快走姐妹 我今天不能陪你去了 你 什么情况啊 这会对我来说特别的重要 我老弟来了 我要带他吃火锅去 你老弟来了 谁来也没有用啊 这会对我太重要了今天 那怎么办老弟 一起吧 你怎么了姐妹 你怎么了 走吧 上哪儿 请我过去啊 你不开会呢吗 开会呢 咱老弟重要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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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了 你在家呢 嗯 你家老弟呢 洗澡呢 快找了我有点事 干嘛呀 哎有事着急呀 老弟 你以后姐找你 咋的了姐 我告诉你啊 老弟 你姐不教育 我得教育教育 你知道吗 虽然姐喜欢你 但全球水资源那么紧缺 你知道吗 我知道 对啊 所以你珍惜水源呢 嗯 再来一块鞋 再来一块鞋 你你给我回 老弟你进来来 你给我滚出去 就出席了 我去到家里来了你 哈哈哈 哎老板 你找我呀 对 马上订两张机票 明天跟我回到老家 啊干嘛去啊 假扮一下我男朋友 嗯 啊这好吧 怎么了 你不愿意啊 行行行 那个200一天 啊 好 嗯 支付宝道账2000万元 你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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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老板 上班 上班 你回来吧 天天上班迟到早去 哪天想不样干了 不是你 你给我等着 哎呦里妈 哈哈哈哈 喝水吗 喝水吗 我喝什么水 给我放热了去 可哩 哎呦 哎呦下班了下班了 哎呦 哎呦 经理对不起对不起 我没看见 我没看见 小白你是不是膨胀了 我都照顺你几次了 到底又下班 不是经理我工作都做完了呀 主要是吧我要回家 给我室友做饭呢 给室友做饭 我的天哪 怎么室友是老板人给室友做饭 我发现一天真有意思 来老板你放回来了 你怎么不拿车钥匙啊 赶紧回家 我赶紧做红烧肉呢 哎呦里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哦 哦 哦 哎老板 经理你也在 老板我要生日加薪 生日加薪 啊 静阳 你当公司是自己家呢 说加薪就加薪啊 这不是老板你说的吗 来公司第一天就跟我们说 把公司当自己家一样 啊 来我问你 你在自己家 你媳妇说给你涨零花钱 就涨零花钱吗 能吗 我问你能吗 哎呀 能吗 能 你们今天就是经理了 啊 哈哈哈哈 哈哈 哎你好我是来面试的 行进来吧 记得你自己吧 哦我叫小马 年龄30岁 身高180 体重75公斤 你是来选修的吗 啊我学历不高 但是有相关的工作经验 不是我细心会做饭会开车 哇哦 你是很相信的吧 啊没有 啊 老老板我什么时候上班啊 哎呦你们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老板我辞职不干了 为什么我这一周五上班 就是周天还加班 我来做对象的机会都没有了 你说怎么办 哈哈哈哈 其实有些问题小马 是可以公司内部解决的 怎么解决 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呢 哇 老板说的对啊 你看天天小美就不错 对对对对对 你说什么呢刘青天 今天就要上班了 哈哈哈哈 哎老板 哎老板 怎么了我想请个假 干嘛去啊 我见下前女友 嗯 前女友啊 想把你膨胀了 你竟然赶在前女友啊 不是老板 不是老板 主要是他还以前的一些东西 听说还带的线男友 线男友啊 啊 行吧你开我车去啊 哎哎好了谢老板 哈哈哈哈哎等会儿啊 等会儿换下衣服 不是你换衣服干嘛呀 我陪你一起去啊 哎老板 怎么我的房子快到期了 我没地方住了 啊 喂王爷 嗯 你把我郊区的别墅收拾一下 过几天我要去住 嗯 喂妈 嗯这几天我有事 不能回去住了啊 你帮我照顾一下狗狗 嗯 嗯 啊 老板 这 你住的地方离公司很远 以后我每天接送你上下班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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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